歡迎光臨 大家好 歡迎光臨 太有了 把愛心射向你們 零零七 好 這個最好奇的是對你的工作 對 好特別喔 你是公家機關氣象局這一類的嗎 我們是廠商的角色 氣象局水利署是業主 他們是民營機構 可以大概介紹一下你們的關係 跟你們合作的項目 它主要是會發包計畫 我們去標得他們的 洪水疫情系統的開發 所以政府要包給你們做 對不對 發包給你們 也是要公平競爭 我知道 所以你們要看怎麼得票這樣子 很小心 很謹慎 這種事大家都很注意 來 我們請王文子 自我介紹 請 大家好 我叫曹培成 今年31歲 178公分 67公斤 摩羯座O型 我覺得我的優點 善於觀察 然後榮譽在 站在對方的角度設想 我是體貼不大男人 我覺得有自信心 能夠仔細計算我們的未來 那 美洲洪台廳喔 美洲洪台廳喔 不錯喔 不錯 把自己的工作跟現場有做結合喔 是的 美洲洪台廳 缺了那一張小卡片 小卡片 給我換換 找不到喔 找到了 找到了 請問一下為什麼是這位女孩呢 可能跟最近的興趣有關 然後看起來第一眼是非常順眼 最近有什麼樣奇奇怪的興趣 告訴我們大家 有在研究化妝方面的 喔 就是比較 就是因為他有在看韓劇這樣子 韓國這個化妝的這個 對 美的事物非常的專精 好 好 我們來問問看各位女生 對於王子的第一印象如何 請選擇 OK啦 好 這樣吧 來 面燈的先告訴我們您的想法吧 凱特馬上舉手了 凱特 我們會接受喜歡化妝 研究化妝的男生 那我們來問一下男生這個部分好了 你是怎麼樣研究呢 你的興趣點在哪裡 你是說研究化妝嗎 還是你說因為看韓劇 所以喜歡那個風格 我通常我每一季有一個主題 然後因為 你啊 對 因為喜歡新鮮感嘛 哇 然後會不斷的改變自己 那改變的原因可能是由於最近看的韓劇 或者是日劇啊 然後覺得 不知道自己變成那樣會是什麼樣的情況 就是 稍微玩一下 你想化妝成女的啊 當然是男的啦 男生的啦 對啦 畢竟韓劇男藝人很多台灣女性都是很喜愛的啊 那為什麼台灣男生就不可以嘗試了 有道理 所以你還滿注重這些這個打扮這些東西的對不對 生活調劑 王子你好 你好 我以為王子看起來很仙氣 然後腿也很細 感覺好像我可以一拳把它打倒 一拳 我不相信你來打倒 你來打倒 忍住 我們不要上演暴力世界 而且我們節目很和平的 是合家分享的 對…不要… 來 弄批的 你不要一直煽動這種事情 來 還有誰要告訴我們你的想法 來… 不留的 對 因為王子的打扮我還滿喜歡 我本身很欣賞就是會注重外型的 對 而且步步很日系 因為步步本身也對這些有研究 對 他也是研究美的事物 王子就是下一季可以改成那個日系 你下一季可以考慮日系 因為步步本身比較日系 來 婉兒 婉兒 因為剛剛王子有說到 他喜歡每一季做打扮 那我的工作做彩妝 有些時候我會每一週有一個主題 你更厲害每一週 天啊 你興趣跟他一樣 而且你更頻繁 他每一季我都覺得有點苦惱 你每一個週 對 那你這一週是什麼系 就是… 華櫃 甜美OL 甜美OL 有… 而且是還滿厲害的OL 好 沒問題 沒有意見 那我們就要進入王子的生活 好 我的休閒生活跟一般男生沒有什麼不同 喜歡健身 跑步 參加過四次路跑活動 也享受跟朋友一起奔向終點的感覺 我還有一項比較特別的休閒活動 那就是操槍 因為是一對退伍 減堂的榮譽感 時不時促引我呼喚同跑出來團練 另外 我大概會一年出國旅遊一次 去世界各地走走看看 體驗當地風俗民情 我可以接受偶爾耍聯想任性的女生 如果你是這種女生 請讓我當你的王子 我願意全心全意守護你 好 好 來 王兒有話說 來 王兒 我想要請教王子就是 你剛剛在影片當中 有說你可以忍受女生的小韌性 那你可以忍受女朋友 在生理期的時候 怒點很低 笑點很低 哭點也很低嗎 跟我一樣 你可以忍受嗎 這個 其實大部分女生 都會有這種狀態 對 金錢振後拳 不是金錢振後拳頭 我知道 是金錢振後拳頭 金錢 不是金錢 對 好 來 你可以忍受嗎 我覺得我可以學習來符合你的需求 好貼心喔 這句話很好耶 因為每個人可能狀況都不太一樣 所以可能會屬於我們兩個人自己的相處方式 然後相處久了 你就會知道該怎麼樣 在那個時候好好的照顧她 是 接下來 有沒有任何的想法 有嗎 來 布布 布布也有問題了 我想要問一下王子 就是說 假設你跟女朋友出去約會的話 就是譬如說 兩個人要點餐或什麼的 都是 就約會的計畫什麼 是你決定呢 還是是說 會問女方的意見 基本上都是會詢問女生的意見 但是我們知道女生通常 不是表面上所聽的那樣子 漂亮 很厲害 她的回答不一定是她的想法 對不對 所以我必須要善用我的優點 在於觀察 好好的評估一下 對不對 對 她的優點就是觀察 因為她的職業就是不停的觀察 對喔 依菲 那王子有抽菸的習慣嗎 回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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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抽菸 不喝品酒 品酒 不賭國 OK 好的 來 問問看 誰 推薦你 主管 主管 就是你也是很會觀察的主管 敬諸者次嘛 所以他也很會觀察你囉 一掛的就對了啦 來 王子推薦 請看 那我們陪陳在剛到我們公司的時候呢 基本上他對於交代的工作呢 那時候我們就覺得很慢 他怎麼做得這麼慢 可是後來發現不是 他是在我們交代工作背後呢 都有細心的去思考到一些細節 那在工作上 他可以達到這樣的水準 讓我們覺得工作教訓他是很放心的 對 那我相信 現場的參加的來賓們 我們也可以安心的把自己交給他 好 好 現場有幾盞燈 五盞 五盞燈留著 現場有五位女孩 想成為童話裡的公主 其中有跟王子年紀相仿的香香 麗家 孟涵 還有喜歡熟男的櫻桃 依菲 故事的最後 誰能坐上馬車成為公主呢 現在這五個女生 要面臨的就是 王子的選擇 好 先不及 等燈亮了再走 要不然吃個台子 凹出污皮 五個女生裡面 你要滅掉三盞燈 留下兩個最有感覺的女孩 你再對她們提出你的問題來 OK 王子的選擇請開始 GO 好 歡迎回來 OK 好 跟一飛 你要提出你的問題來了 您的問題是 兩位公主好 那你們覺得 我們這十幾分鐘的聊天 你覺得我是一個什麼樣的人 他真的是有認真聊天喔 這個過程中如果你沒有看清楚的話 那真的是覺得你好像沒有在上節目 對 不過他們留燈他們一定有想法 對 來問問看 就把你們的想法直接的告訴王子就好 覺得王子是什麼樣子的人 櫻桃有想法 好 櫻桃先 我覺得他應該是一個 還滿追求新鮮感的男生 對 可是他應該對自己的女朋友 就是還滿 就是專情的 對 然後就做事很細心 差不多是這樣 好 OK 櫻桃在想他 夢想中的男生的感覺 男生的形象 好像很吻合 來 一飛呢 王子你好 我叫一飛 對 我覺得王子 從王子的談談中可以得知 就是王子是一個比較細心 比較貼心 會為人處地 設身處地 有想法的男生 而且會勇於挑戰不同事物的男生 OK 好 了解了 可以嗎 接下來在櫻桃 跟一飛兩個人中間 要滅掉其中一盞燈 然後牽著另外一個人的手到中間來 王子的決定 請開始 GO 好 好 好的 一飛 一飛來了幾次 三次 第三次 第三次 配出去了 開心耶 來問一下王子 先問問王子 剛剛提出的那個問題 請問一飛的回答 有符合你真正本人的個性嗎 事實上來講是這樣沒錯 好 那你覺得你自己是個什麼樣子的人 你形容給我們 有可能一些不喜歡的事情 但是我會嘗試的去挑戰它 然後要試了才知道自己真的很喜歡 所以你不會真的有些 不會盲目的拒絕 對 對不對 試了再說 被猜中了 猜中 好 那女生呢 為什麼一直為王子留燈 因為我最重點 要挑男生的話 是希望男生不會抽菸 而且也喜歡他勇於挑戰不同的事物 然後我覺得王子 都有符合我心目中的條件 所以我覺得我勇於為他留燈 太棒了啦 什麼習慣跟個性 都是他想要的 那就在一起 請約會吧 有一種找到心靈伴侶的感覺 是一種精神上的結合 對啊 這種是最能夠細水長流的 有些兩個人去約會 不用講話都知道在講什麼 沒錯 不 妳看我在講什麼 妳想上廁所 啊 在這裡的吧 沒有 是角色 我選擇一杯原因 是因為她回答問題的部分呢 比另外一杯公主要來得深度 那我覺得這樣了解得多一點 那相處就更輕鬆一點 來來來來 下一位王子在介紹 請看 她是25歲時的我 她是29歲時的我 而31歲時的我 在這邊 我們都有著不同的身份 25歲時的我 喜歡服裝 所以成為了一個服裝銷售員 後來逐漸熟練 變成了服裝及平面設置師 在29歲 因為接觸攝影 成為了一個相機銷售店長 而現在的我轉換跑道 即將成為房屋代銷人員 不同時期的我 有不同的面向 而唯一不變的 就是我對任何事物的真心誠意 聽起來還有各種觸角 對 很豐富的人生經歷 讓他學習到更多的師傅 而且更多事物之外 我覺得可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更了解自己 沒錯 這樣都會多才多義 來 歡迎王子出場 來 歡迎王子出場 可惡